今天我們來到了ROG的研發基地來看他們最新的電競筆電 那就是這台西風之神S 那ROG把它視為他們的小女兒 她有更纖細 氣質 然後卻又非常堅毅的外觀 雖然呢乍看之下外型好像就是 好像沒有什麼改變 不過呢她就是比第一代的西風之神還要更薄 那最薄處呢只有1.49公分而已喔 那她搭載的呢就是沒有選用1080 而是使用GTS 10 70 Max-Q以及1060兩種版本 那在鍵盤區的部分呢跟第一代西風之神一樣 是採用鍵盤下移的這個設計 那目的當然就是騰出更多的散熱空間 來給就是這麼輕薄的筆電來塞入這麼強的效能啦 那她散熱部分一樣有搭載AAS的一個散熱系統 那另外我們看到螢幕呢 她是採用15.6吋的螢幕 那一樣呢有144Hz 3ms的一個畫面更新率囉 雖然呢西風之神S只是一個小改版 不過呢可以看到她為了要繼續挑戰 最薄電競筆電的地位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電探的少女十一 就是ASUS呢推出她們全新的ZenBook啦 有分成13吋、14吋以及15吋喔 另外呢她們也更新了Fleet系列的筆電啦 那這支新的ZenBook系列呢有兩大特點 其中一個呢就是她做到四面的極窄邊框 那呢她的銀戰比部分達到了95% 那她做四面極窄邊框呢還保留了網路攝影機的部分喔 那網路攝影機的部分呢她有臉部辨識的功能 另外一個特點呢就是在觸控板的部分啦 因為一般來說呢小筆電啊 廠商們通常會把數字鍵盤給取消掉 那ASUS這次呢就是在觸控板的部分做了一個Number Pad 在新款的ZenBook 13吋以及14吋 另外呢還有Flip 13吋的部分都有這個Number Pad 那你用首次操控呢就可以把它打開來用囉 在新的ZenBook系列呢她採用的規格是 第八代Intel Core i7的處理器 搭配NVIDIA GeForce GTS 1050或者是M150 那在重量的部分呢13吋的ZenBook版本呢 那她是1.09公斤喔 那在尺寸的部分比一張A4紙還要小喔 那新款ZenBook預計是在9月底上市 早上看到的西風之神S呢 預計呢是在10月初上市喔 那泰友們可以期待一下這個豐饒的秋季啦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要給我們一個Like 然後訂閱DM他上網的頻道 還要記得把小鈴鐺打開以免錯過第一手消息喔 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一下午後 啊 如果 煙 ハ